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波是强烈大陆冷气团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就会影响台湾 明天的上半天北部还有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强烈大陆冷气团报到之后会转为干冷 各地降雨几率大幅下降 只有华东地区明天下午开始一直到耶诞节会有零星的短暂雨 明天下午到晚上会迅速降温 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大概低温11到12度 南部和花冬14到15度 周四可能再低个一两度 周五下半天另外一波冷气团接力报到 不排除周六周日会达到寒流等级 也就是台北低温降到10度以下 明天下午开始从苗栗一直到台南还有东半部地区 蓝雨 绿岛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空旷地区 以及澎谷马祖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 另外东半部和恒春半岛还可能会有长浪 生活follow me为您整理天气的重点 强烈大陆冷气团明天中午前后报到 温度迅速的下滑 明天白天出门可能舒适温暖 但一定要多戴外套 因为下午开始就会变冷 另外就是苗栗到台南还有东部与外岛 会有强风 沿海 沿防长浪 干冷一直会到周日 不排除周六周日会达到寒流等级 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 继续来关心各地详细的天取一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